我估計一會不耽誤大家時間 很多講者有很多的內容和我們分享 我們先請第一位講者 就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副研修齊永華博士 我們今天會邀請遊樂會的副主席 Alan 替我們做板神經驗品 其實教授是香港大學教中文的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團隊的隊員 在2006年開始已經幫忙統籌大學學校支援計劃 非華語中學生的中文教育學 USB的簡稱 到不同的專修小數字的學生 他有些不同的支援的 所以經驗是很豐富的 出版了不少相關的論文和書籍 請阿鐵教授和我們分享 謝謝大家 很感謝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和大家正式去談到這個中文作為的第一件 這個不同的提法 我不敢說我們可以代表整個團隊 因為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提法 我這個powercon 指標會放在UNISM的網站 因為15分鐘是比較短的 給我的題目大家都見得到 其實因為是很大的題目 有理論有實踐有板子 我的outline 首先就是一件事 我會說我是哪一所 我會教你這件事 第二件事 我會講究竟有些甚麼理論 或者有些甚麼例子 其實我們可以參考 在過去大概九年左右 其實我都是學習的 另外一個會和大家分享 就是究竟香港所謂第二語言的能力是甚麼 是不是和其他國家的情況是一樣的 不同 那第五樣就是 我們在老師的努力之中 有沒有總結到一些可以說要注意的地方 跟著最後是有些甚麼的factor 還是阻止了這個發展 那首先呢 我自己呢 就原本是搞數學和電腦的 電腦補助教學的 這個大概是三級以前 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呢 我現在一年我就去休了 那我已經呢 是把所有的那些有代表性的任務 都抹在一邊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很自由的 可以看回之前的工作 那跟著呢 我就很有興趣去研究中文的結構 當時中文電腦呢 還是很少的 就是以天角度那些 那我覺得呢 那中國人沒有理由落後的 那現在嘛 那我開始搞中文電腦 那要用中文來學啦 那要用中文來學啦 做了一個Dragon White Project 跟著呢 就搞去 兩天是 撞足人 就是中國裏面的 那些人說 那有些人說 不是啊 香港那些都有些問題 那樣做一些website 那跟著呢 就開始有所謂SSD 那當時其實 我都覺得阿林漢豪的 那時候我都很欣賞 他開了這個GCSC 這裏面呢 一定是有一個喜報團 當時我還記得中學呢 原本是沒有 就是去到中學 就是喜一喜一喜 不知道目的是什麼 就起了一個GCSC 考一下 那些人都說 這是什麼來的 GCSC 怎麼考的 也都開始了 這個動作 那是07年左右 那跟著呢 就有所謂USP 就是大學裏面的同事呢 就和這個中學呢 合作了 一起去改善這個教學 但是我很想告訴大家聽呢 對於大學裏面的講師呢 都是一個新的個體 尤其是中文一向就是 文教學的 就是在下面教學 那我就深刻作弱用 現在我本身不是中文人 就是搞一下搞一下搞出來了 所以呢 那現在我也很開心呢 就有很多幾個中文同事 去參與 也都很多呢 前線老師出 就是最多人說 就是相當難的 因為很少人去做經驗的 那我聽說一定要教過 這個時候做女的 不同做女的 那我唯有什麼 英基學校 他們都不給我 很大的科學 但是看回今天呢 那我首先這個很快 因為我拘捕她 這些呢 如果你想去一定搜尋到的 其實如果你看看 第二語言的發展方面 不是中國就是第二語言 是中文就是第二語言 是其他文經語就是第二語言 其實她們的理論發展 是給我們做的 就是有 是嗎 就是grammar translation 其實不難的 你想回你自己學英文 OK 其實香港人很不明白 什麼叫第二語言學校 就是你學英文 為什麼你學英文 我十幾年都學得好 我找個問題 就是 就是 解釋到的了 那這些是用過的 approach 才可以了解 那直到呢 她這麼快 那這個呢 這個 大家都知道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那些behavioral 那些很好 那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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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那些語言 還是 就是Tromsky 如果大家讀語言學 就知道 就是說人其實是有那種 真的好,不用答題不假,就放在個身後面, 他就知道,很容易明白,你不知道, 你看看班裏面有幾個,排隊, 排隊為甚麼,他就立刻說排隊, 他就這樣做了,他就懂了, 英文是科技,不要fracting他, 用不需要將教育搞得那麼緊張, 接著這個,這個大家怎麼做, 如果答英文就懂,Darrey雲很不赤, 這個task他做,你不只是吃了一些語文, 還有很多東西,我最有用的, 還有頭疑的說,就有時不是那些話, task is down, 而是給一個authentic situation, 你會發覺他有那些東西出現, 所以你聽到,未必講到的時候, 就會出現那些歌曲說甚麼, 一個flip down的時候, 我以前學英文最用最好一邊句, parten,parten,ok? do you mean this? 我這些我不要, 這是一個strategie的, 他可以不斷自動, 打一打一打, 你看我們還可以撐著他, 我帶一個人去某間西餐廳吃飯, 講一些文章,ok? 我每天都帶他去, 第一次我講,第二次我講, 因為我講,你講, 反正他會吃飯, 你想一下是不是, 如果我整個月帶一個人, 即是帶他去某間西餐廳, 去餐廳,一個月他會吃飯, 他會學不會吃飯, 這個就是task based的, 你給他吃飯, 就學一些沒用的東西, 有用,實際有用的東西, 最初夾到的, 那很多啦, 另外呢, 小孩子都很有趣的, 六個月的寶寶呢, 他呢, 就什麼年都一樣, 一時同樣, 但刀刀大了就什麼的了, 過了幾個月, 他們就不會, 就沒有了一個體驗的, 大家寫字呢, 看中文字, 看中文字而已, 你有沒有看過筆劃的粗幼, 筆劃的意思之下的情感, 這些人自然會分了, 筆劃的粗幼, 原來不是重要, 但如果你遇到一個民族, 他的分劃的粗幼是代表他的意思的, 那你就大鑊了, 你有了, 你現在看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你想一下, 巴基斯坦那些, 你根本讀到你很難看的, because they work on a different system, 那另外, 也有些方法去教他們, 這個是教那些 Aborigines, 教那些Indigenous people, 去學英文, 或者一些modernized society, 他怎樣學, 那他就說, 其實是要有一個coach的過程, 那這些大家都可以看, 那最後呢, 那個social factor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些人, 我們學英文, 學他們都學到的, 為甚麼呢, 他覺得英文很蠻型的, 講英文很蠻型的, 這是一種cultural acceptance, 就是reject job, 那夠鐘了, OK, 好了, 跟著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 第二個, 就是有甚麼衣服, 那其實呢, 那這裡呢, 很多例子, 我都說了, 其實哪一個呢, 就是, 就是, 後來我這兩點說, 就是, 每個世界都有不同的過程, 那他們有定很多標準的, 而那些考試, 就是語言學習的考試, 通常它有不同模式, 來提供問題和答案的, 那這個大家都可以參考到的, 有興趣, 那這個是美國, 它有五個C, 這個是歐洲的, 全部我後面都有, 有幾詳細的, 的分類方法, 那中國都是跟, 那個HSK, 其實都是跟歐洲的, compatible的, 那些詳細, 大家都可以看, 好像澳洲, 都不是很多人, 都說它有兩個中文過程, 是不是, 那問題就是, 香港需要這些東西, 其實很容易看的, 你拿回這個, 我們的英文過程和中文過程, 對一對, 你就知道了, 為甚麼呢, 我馬上給你聽, 過程理念, 為甚麼要新高中, 要是compulsive, 中文那裡講到明的, 大多數人是無語, 成語, 英文那裡是甚麼, 講到明的, 是一個, 一個work language, 大家不去看, 那些文章, 這個根本完全就是, 不是為第二語音, 我覺得這樣很簡單而已, 如果你公平的話, 整個equivalent, 中文的equivalent, 是不是, 不行了, 搞定了, 都沒有得好爭, 是不是, 剛剛, 我們學英文, 這樣的課程, 裏面還有, 不知Payboard B, 有分錢, 有得選擇的, 第二, spoken language, 和written language, 很多language都不同, 本身的structure不同, 另外, usage context, 都不同的, modernity不同, 又不同, 為甚麼不整個考試, 就整個頭語, 你買一個牌, 我口語是ok的, advanced的, 為甚麼我們不掛揮人家庭呢, 我們不是讓人家走呢, 是不是, 你說, 現在我們幼稚園就融入了, 會不會補充, 但是, 我這三個問題, 我覺得, 是無法拍的, 即是, 其實香港是一定要有一個, 特別的過程, 如果要講話, 那, 好, 我想, 這裡也未必有時間, 我總結了十大點, 十大點, 十大點, 其實, 我只能這樣說, 其實, 我見到很多學校, 按程度分道, 我不同意識, 第一年, 他SSP, 我已經說不是這樣, 是按目的, 和需要分別, 學生自願他, 他會心甘命抵他, 讀他用東西, 你不給他, 而且是互相幫助的, 是否好像我們中國人那樣, 那樣, 是按目的, 互相鬥爭的呢, 是吧, 第二, Task-based, 你再說過了, 你給他Authentic task, 他就在那邊撐著他, 他做一下, 他有信心, 不要收起來, 在一個密室那裏培養, 然後, Effective Paragraph Learning, 這個中文是特別重要的, 是的, 這個呢, 某件等等, 認字和寫字, 要分開, 怎樣給多些機會, 他用自己的知識, 到處拍照, 拍照回去問老師是甚麼, 這是好方法, 其實你想想英文, 如果老師用這樣的方法, 學教你, 你會不會好些呢, 是吧, 另外, 開心, 那些, 另外, 我也要介紹這個, 我們傳統的教學, 是一定要答, 即是, 做答案, 其實呢, 現在我開始化的了, 譬如我今天給你一個, 不同的人一定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沒有甚麼所謂的, 跟一本小傳差不多, 總之他, pick out something that relates to themselves, that's ok, 即是你長久呢, 他exposure 高高的時候, 他的信心, 是吧, 那後面那些, 你先看看, 是吧, changer base, 我覺得很重要, 那就是我們, 因為他要用的時候, 其實changer base是甚麼意思呢, 很多次他寫東西的時候, 你應該給他一個帽子, 插, 你出通告是不是這樣, 你學校出通告是不是這樣, 拿回舊的通告, 你就會認識中文, 你都不會寫到學校通告, 因為為甚麼, 你不知道你的學校通告的格式是甚麼, 所以一定要拿到學校通告, 那香港還有很多公告呢, 本身又有中文又有英文, 你怎麼不給他呢, 是吧, 給他呢, 他招待一些對應之後, 他就, 很簡單的, 我跟RB最近做, 這個船停航, 有中文又有英文, 如果我考他, 你有沒有辦法, 啟行, 啟行復行, 出來是復行的, 要改一點而已, 你懂不懂改呢, 你懂得改呢, 你懂得改, 你懂得改, 就是reward他, 好了, 接著這些, experiential learning, 出社會, 去服務其他人, 等等, assessment, 其實現在的考試, 你想想, 合不合學生的文化, 最終又反應了開心, 學校開心, 為何不可以呢, 是吧, 做些creative的東西, 為何不可以呢, 你是要考他的那些, 一坐下來, 就已經沒有心機去做的東西, 那這個我們, 好了, 先, 那些intercultural的那些, 就是motivation, 我講了, 然後, 最後呢, 我覺得, 三、四點很重要, 第一課, 老師怎麼努力都好, 你system-wise, 裏面, 一定要有一個learning, 以前就說, multivation, 是給他一個歡樂, 但現在應該說, 有一個learning ladder, 因為你看看,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中國, 比比比比, 全都合得及其他頂的事情, 你考了之後, 有什麼問題, 譬如, GCE, CCE, 考完AS, 你不能讀AS的, 咦, 原來讀了一個市, 我就變了A level, 他有心機的, 這個才是一, 第二, 你不要說GCE沒用, 是那個system, 整了它沒用的, 如果你說, 我掃街的, 就要GCE的, 喂, 政府你話事的, 你請人, 你affirm那些policy的, 是不是, 或者, 你讀了GCE, 我才給你, 讀ERB的某個中文過程, 你自己做不出來的, 是不是, 即是你這個practical value, 你自己做出來, 為什麼不做它出來, 只是做個課程, 沒有用的, 如果你有心做的話, 另外, 教師, 很棲略, 其實, Morale很大, 最重要的就是Morale, 當然Morale很重要, 因為你參加重新的認識中文, 你太熟悉中文, 所以你不理解中文, 你太熟悉自己的語言, 接著你就不理解自己的語言, 對不對, 你天天走路, 你沒有理解你的語言, 是不是, 你不理解自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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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我覺得, 那個communication, 是很重要的, 甚至我覺得, 剛才說的,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是很重要的, 因為, 為什麼呢, 你想了很多事情, SSC做好了, 放了一下, 給他報索, 你按給他的, 他的家長們都想整天餐, 你今天只能承認他, 罰他們也不承認他, 真的這樣想的, 那麼你為什麼投放錢, 你沒有淨在這裡, 是不是, 你說我給我一百萬, 傑英華, 我現在送你一年去這個Oxford那讀書, 我未必想 我想退休後才讀 這樣 還有我覺得目前 無論哪方面都面對了很多frustration 就是我搞 就算少數族裔自己搞的事情 少數族裔都未必來 這是現實來的 所以自己有stress 搞了不來 就是frustration 接著又怎樣 避免 失望 現在很多人是這樣 少人做事就失望 政府只有一個綁字 教師又失望 有沒有搞那些 補習班又不來 不來 說我沒用 那你怎樣呢 幫些學生好 好 最後就是三句 第一 我覺得如果要搞語言教學 我們要反思自己學英文的經驗 但是要重新放入中文 所以我要自己重新認識中文 亦都重新認識自己的教文化 這個對我們是一個進步來的 我覺得是一個進步來的 另外自己看回自己的文化觀 包括你做什麼 公平 我都做到死了 我都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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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你都不知道 人家會怎樣 這個過程是很難的 我覺得 要保護做 是需要那種鞭忍 和探訪 然後再試試 那一下 你不怕 有什麼 誇探